10月25号的上午10点 山东省高院对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 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 二审公开宣判 裁定薄会上诉 维持一审无期徒刑的判决 二审也是终审的判决结果 中共央视播出的画面中 薄熙来戴着手铐 憔悴的脸上强颜微笑 聆听宣判结果 至此备受各界关注的这场中共大戏 也就暂告一段落 10月25号薄熙来案二审宣判 结果是驳回上诉 维持一审判决 中共喉舌央视播出的画面中 薄熙来戴着手铐 憔悴的脸上戴着微笑聆听宣判结果 最后薄熙来被法警押解带出法庭 今天参与旁听宣判的有 薄熙来家族的薄熙永 薄熙成 李旺之等四名亲属 以及媒体记者 社会各界人士一百多人 薄熙来二审宣判 等于是对博案作出终审判决 也代表着64岁的薄熙来 政治生涯已告结束 这或许是薄熙来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对比9月22号的宣判现场 薄熙来曾流露出不屑与桀骜态度 法官宣判后 薄熙来甚至咆哮公堂 被强行带走 与这次截然不同 大陆维权历史王诚认为 这种政治性很强的案子 除非政治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否则薄熙来的申诉没有任何意义 纽约民主大学校长唐柏乔指出 中共在重大案件上 从来没有推翻过二审 在这之前已经做好内部交易 所谓的审判 就是表演给外界看的一场预谋好的戏 但美国中文媒体大纪元新闻网指出 薄熙来暗中 一直被中共当局掩盖的最大核心罪行 是政变和活摘人体器官 中国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在今年9月21号和24号 发表了追查国际就薄熙来案审判 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 信中指出 薄熙来周永康等人 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元凶 追查国际提供了江泽民周永康 薄熙来等迫害法轮功犯下的群体灭绝罪 反人类罪和酷刑罪等八个方面的部分罪证 追查国际的信最后表示 彻底清算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 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类道德良知的保卫战 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起源于江泽民 一直持续到现在 无论谁当政都有责任清除罪恶 承办罪犯 否则将沦为同谋罪犯 对习近平的问题团来讲 因为历史给他们留的时间 留的机会不多了 还是用这种派系斗争的方式 用整人的方式 用这个什么贪腐烂权 这种按照中共哪个官员身上 都合适的方式来去做这个事情 实际上是耽误自己的 所剩不多的机会 国际媒体报道 与薄熙来的政治盟友周永康 有关系的中石油高层 目前至少已有八名落马 向国资委主任蒋洁明 而周永康心腹秘书郭永祥也被调查 香港南华早报还引述消息来源说 习近平绕过中共内部纪律机制 成立了调查组 负责调查有关周永康的丑闻 调查组组长则由新晋升任 公安部副部长的傅政华担任 旅美中国问题独立评论员李善健指出 当前任何人为了保中共政权 而继续掩盖薄熙来周永康等人的 真正掏钱罪行 都将受到历史的清算